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有预告性的内容 投资朋友要看有预告性节目的内容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指导老师 你也可以去检视你的指导老师 您的指导老师节目上所讲的 跟实际上所操作的 有没有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那你跟也没有用 你跟也没有用 你要跟的是实际上操作 因为这已经讲过了 只有实际上操作 您才可以赚得到大钱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请问 你从上周到本周 有没有很大的落差 我再请问您上个礼拜的今天 上个礼拜的今天 你在想什么 可以回答我吗 可以回答我吗 你上个礼拜的今天在想什么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请问你今天在想什么 如果你回答得出来 那代表你的操作是有纪律的 那如果你的给自己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跟第二个 第一个题目跟第二个题目的答案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今天 投资朋友 上个礼拜的今天 是最低点 我们用假设的性质来讨论 假设把它遮起来 遮起来 请问你觉得会涨吗 请问你觉得会涨吗 上个礼拜我您看到的是最低点 台北股市一万六千多 你还有没有印象 跌到一万六千多 你就开始想会不会跌到一万五 当然指数不重要 指数我常讲 就指数参考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表达就是说 你在上个礼拜五的今天 你是非常恐慌的 你是非常紧张的 投资朋友 甚至你会开始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放空 因为这边很多人 很多人跟你讲 开始放空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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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放空不好 我没有说放空不对 我没有说放空不对 因为老前辈都有教过我们 老前辈 老前辈都有教过我们 你在地板区放空 口袋绝对空空 要空在这边空 要空你在这边空 有本事在这边空 有本事应该是在这边空 不是在地板区去放空 你地板区放空 那你今天又把空单回补 那你是在空 你是在空什么意思的 那下礼拜 下礼拜再跌 再继续空还是怎样 冲上继续再继续做多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那你为什么不在低档区序布局 那我相信你只要有看政军的节目 我都有跟你讲 近期的参考什么 参考法人的动态 参考就是看投信 看投信 投信到昨天为止还是站在买方 投信昨天还是站在买方 当你什么时候又看到投信呢 开始 开始卖或连续的卖 你再来紧张 目前没有这个状况 目前看我看投信 我觉得它有相对的参考的价值 相对参考的价值 那请问投资朋友 你在上个礼拜 你有没有杀到最低 你有没有杀到最低 我上礼拜都在跟你讲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好的标的 很多好的股票 它有回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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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撤半年线 其实有太多了 太多半年线的股票 回撤都是相对很好的买点 不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档一档给投资朋友参考一下 回撤半年线 其实只要在相对安全的半年线 你在附近买就可以了 你不见得要买到最低 你不见得要买到最低 但是你只要相信我的 你相信我都没有害你 我没有害你 是不是这样子 我没有害你 其实尾盘你都看得出来 这都是有相对 这谁买的 你买的吗 是你买的吗 你买的吗 要跌要跌要跌早就让它下去了 那我也讲过 我都会有一些计划性的看法 计划性的看法 那当我的看法 假设有来的时候 假设有来的时候 那你在相对低档去买 你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因为在最近在半年线买的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可以赚得到钱 而且 两成都是基本门槛 两成都是基本门槛 有些股票一上来速度也很快 很快 很快 黄色是半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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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太极 对不对 那我给你推荐过的立凯 投资朋友 当然他没有回这半年线 他没有回这半年线 但是有些时候 投资朋友 一个礼拜五天 为什么可以涨停 涨停涨停 涨停 涨停 投资朋友 但我不希望你去追下一支涨停板 我不希望你去追下一支涨停板 不要忘记了 这边也是涨停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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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只要有追 我都有跟你讲不要追 我都有跟你讲不要追 你要追就会叠停 叠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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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涨停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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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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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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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投资朋友 股票没有为什么的啦 股票没有在问为什么 股票只有 只有你有沒有赚到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通常问为什么人都是赔钱的 我不是说你不能去问那个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很喜欢去了解很多 很多什么学一些新的东西 比方说今天有新的交易制度 开始实施嘛 对不对 一个礼拜你完全你完全就忘记什么什么制度的问题 不会你会问说可以买什么股票 投资你懂我意思 那当然就是说现阶段大家还是非常非常非常 你还是非常担心嘛 你还是担心台北股市有问题嘛 那既然你会担心那你就尽量减少犯错 你就不要去买很高的位置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像我刚刚跟你用示范教学 立凯啊 立凯你低档区买你可以很轻松赚四个停板了 但是如果你下个礼拜你要去摸第五根 那就是运气的问题啊 你懂我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懂我的意思啊 那当然就是说我能够尽量跟你分享 我都会跟你分享 因为相对低档区安全你是可以重压的 你不用怕 因为我也讲过了 高档区的股票你不可能show hand 还是说你都常常高档区show hand 跟他拼了 全部压 压到最高点 在我这边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在我这边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都可以帮你问我的全国全世界全宇宙的会议朋友 会议朋友在收看嘛 我刚刚讲的是真的还假的 我有没有哪一次在高档区叫你全压 全压 可是有些时候你会问说 那到底操作是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他其实说起来很玄 他没有固定的方程式 投资你一定要知道 在股票市场绝对没有固定的方程式 就是说你去学了什么东西 然后用了那个固定的方式 不要这么天才 如果股票市场可以透过学什么 然后用固定的方式 你因为学习了那个固定的方式 那你从此就会大富大贵 那就错了 绝对是大错特错 有些时候股票你根本看不出个所以 你也不像他在涨什么 那太极在涨什么 你现在都知道因为全厂都跟你讲了 第三代半导体 烫花系 那请问我多少钱跟你讲的 我是去年的1月 去年的2月 减资之前我就跟你讲了 你可以把节目滑到去年的1月跟2月 我都在讲太极 我也是全市场第一个讲碳化系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因为我现在是跟你讲说 我去年跟你讲的 那你可以去滑我去年的节目 我又没有在去年 没有人在讲碳化系 根本还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是碳化系 那请问我又没有讲 我有讲 我也曾经在90几块有推荐过 世界先进 你有没有印象 你应该是有印象的 对不对 那当然啊 今年我都一直强调 今年什么 今年你要特别留意的 5G加电动车 5G加电动车 如果你把你的思维 往这方面去前进 那你会赚到很多钱 你不会因为说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涨还是跌 涨跌干你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涨你才能赚得到钱吗 那我请问今天台北股市 我们不要讲今天我们讲本周 本周这样你应该会赚到 你应该没有借口了吧 你不能跟我讲说你还是没赚钱 我都跟你们强调过 因为我不同的时间 我会寻找不同的方式 让你去布局不同层次的股票 那进行台北股市这样子的跌法 那我们就去找什么 在半年线附近的 我讲几天了 我讲几天 我讲超过一个礼拜了 投资朋友 那当然可是有时候回撤半年线 你不见得敢买 你不见得敢买 但是你很容易就是说 在相对很多股票 像今天又冲上去的股票 你就开始会有兴趣了 是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 希望你调整一下步伐 那可能大家还是会担心 是不是开始要转向 所以很多人去放空 很多人去放空 其实放空 他这个游戏规则 真的对你们是很不利的 投资朋友 很不利 要除权要除息 突然给你一个召开临时股东会 你劝单都要回补 那放空对你 你在你想空的时候 我这样讲好了 真的有在做空的人都知道 空不到的股票都会大跌 空不到的 我再讲一次 你空不到 就是已经没有劝员了 就早就被人家拿走 因为劝都是 人家特定就拿走了 轮不到你 我不会骗你 真正会跌的股票 怎么轮得到你放空 那你真正去放空的 都是被嘎的 你有没有听过叫嘎空 你有没有常听到叫嘎空 嘎空 嘎空 你地板去放空就是被嘎空 一定被嘎的 绝对被嘎 你绝对会被嘎 我没有骗你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来 这礼拜很多人来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有来的 那我知道你们现在就开始想 想说你那些用不完 用不完 用不完我帮你全面吸收 我很少做这个动作 因为做这个动作对我很伤 对我非常非常伤 那为什么对我很伤的事情 我还是在做 我还是在做呢 我不是说 对我不利那我就不做 我的人我真的不是不是看钱在做事情的人 我真是希望你们你们你们真的只转个弯 你就赚得到钱 因为在市场上的资讯 你真的会搞不清楚那个方向 为什么 因为看到到的报纸都是反着的 就是有时候你感觉奇怪 请问上个礼拜 你有没有看到报纸跟你讲什么 讲被动元件要怎样 要怎样 你忘记了吗 那上个礼拜你是不是有看到 我们不要讲哪个外资 他把我之前有讲过 他把台积电 把他讲成是dead money 死掉的死掉的死掉了 可是你今天就发现 今天报纸跟你讲目标1000 这今天的报纸 这今天的报纸 上个礼拜跟你讲很差很差 今天跟你讲看1000 上个礼拜的被动元件 跟你讲很差很差很差 今天他的斗大这么斗 你看我拿这样你都看得到吧 你自己念你自己念 你自己念 你自己念啊 你自己念啊 你应该看得到吧 我念给你听 被动元件 那请问上个礼拜写的标头 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怎么跟今天完全相反 不奇怪 不奇怪 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市场 所以说你说搞很专业 因为我必须这么说 这些资讯他不是错的 不是说每一则 每一则新闻都是 你们不要以偏概全 我不是说报纸写的 通通都是假 假的 反的 反向的 不是 而是你要去过滤他 你要去过滤他 可是你通常不会过滤啊 你通常不会过滤 你就是看到什么 你就 尤其是你林老师 林老师看到什么 就跟着喊 不是吗 那当然 很心疼你们 用不完的 赶快来找我 赶快来找我 真的啦 还有机会 那希望你们 你们就是 来体验一下 政军的操作模式 我的东西 我都会有先 跟你们叫预告 昨天的预告还不错吧 昨天的预告还不错吧 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 那你有没有来 你有没有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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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朋友 你们先有看到 那个报纸吗 我 我昨天预告的股票 今天报纸也有写 报纸也有写 那为什么我昨天预告完 今天报纸登出来 我去登了吗 这个资料我登了吗 怎么都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希望你们赚钱 那当然就是 现阶段你们有一个痛处 就是说 手边有一些股票 跌得很奇怪 跌到很奇怪的位置 换股 换股 那你又 你又会想很多 因为这投资人的通病 投资朋友的通病就是 会舍不得 就是你已经买到 这相对的股票 相对高档的股票 那一跌下来 你就会觉得到底要不要换 要不要换 但是现在有些股票 它确实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有些股票它跌下来 跌下来 它现在先有一个反弹 那请问下周一定马上 再直接喷上去 不一定 但是它会走N字形 会走N字形 我跟投资人分享一下 股票大部分都是走N字形 N字形 那个直接上的股票 不一定是好事 直接上的股票 不见得是好事 那为什么股票走N字形 会比较适当 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 那比方说你 我讲那个公寓 公寓的楼梯 公寓的楼梯 是不是都是一段一段的 你有看过 你有看过哪个公寓的楼梯 它是直接从一楼 然后直接到四楼的 你有看过这种楼梯吗 应该没有吧 应该就是它爬一段 停一下再爬一段 再停一下再爬一段 那个直接从楼下到三楼四楼 那个楼梯你敢爬吗 你爬上去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下来之后你会 你会怕 一不小心就连滚带爬 这就是股票的逻辑 股票的逻辑 只要你懂的话 那你不会赔到什么大钱 那近期坦白讲 有些股票已经有反弹 一层两层 甚至三层的都有 那有反弹的 它有时候会先经过横向 那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股票不可能说 每一支股票都直接用喷的 一直喷一直喷 但是有时候在中间 稍微横向那就是机会 那机会来的 就当然要把握一下 那当然真正有时候 会跟你们分享一些 很好的标的 希望你们都有来 那当然有时候 有时候涨很快 那有时候可能稍微整理一下 那你要看什么 看现阶段 现阶段 因为现在指数在这边 已经先做反弹 那投资本 也不用想说 下礼拜指数 还是会继续会大喷大标 最好的格局 下个礼拜走横向 我刚刚讲过走N字型 因为下跌一下来 你让它走V型 V型有没有 那个几率不大 你反而反弹 再继续让它弹 我跟你讲 它就像冲天炮 没了 反而是下周 下周走横向 是什么最漂亮的 为什么 因为下周走横向 9月份才会有大行情 所以你都把整个行情规划好 你把它拟定好 那你就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那有时候我跟你推荐的 我像就昨天推荐这股票也没有涨 但是还是没有跌 还不错啦 伟权店 伟权店 这些资料你有空就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跟你们讲了很多东西 你要花时间 当然你也要花什么 花点耐性 花点时间 因为我跟你讲这些 你有空自己去研究 因为我不可能每天 我不可能每天没事干 都一直在跟你讲基本面 不是没有 这些你就定格下来 反正有时候我速度弄慢一点 你自己手机滑一滑 手机自己滑一滑 再去看它整个完整的内容 今天盘中有看到新闻的吧 确定 真的是确定涨价15% 这都是已经先跟你们做预告 那我买的股票都是买什么 买未来 会买越来越好的 下半年又赚得比上半年多 又有双体材 双体材 去哪里找这种体材 又有快充体材 因为快充现在已经升级到 3.1版本了 不是吗 原先的100瓦 现在已经扩充到新的什么 规格240瓦 那再加上有跟ADAS的车用晶片 但是股价不一定要马上喷 你们不要每次都觉得 好像买的股票马上就一定要喷 不一定 有时候整理一下会更好 那今天正要来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我今天应该是花多点时间讲 那又来不及讲 这档是新的股票 它的股本非常小 每次股本小的股票 它非常会飙 全球第四大毛利率超过50% BB Ration大于1.3% 今年是去年的两倍 我讲的是获利 而且所有的电子元件 没有它不行 没有它不行 这档股票按赞留言分享 先体验再说 这档股票按赞留言分享 先体验再说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到先回来 周五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这档股票 时间上的关系 留到下礼拜一再跟你们做分享 那持有航运股的投资朋友 不用太担心 尤其是跟货柜有关系的 下个礼拜会更强 那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档新的标的 来这档股票 它的股本非常的小 搞不好又变成一档新的标股 那这档股票 按赞留言 直接跟您做分享 另外你有那些用不完的 我知道你现在很烦恼 你那些用不完 投资朋友 用不完没有关系 看得懂吧 看得懂吧 全面吸收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这个真的很 真的是真的很 我没有办法再讲了 你自己打来问就知道了 这个最低又再加上全面吸收 你要好好把握 怎么样把握 很简单 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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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